不太想講 不過今天剛好三個學預算的 不過可能都是比較站在經濟學的項目 我既然是政治學 我既然是社會學 我想出來跟大家交流一下 因為有不同的意見 有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可能 大家才有一些激盪 我覺得這個安排其實也蠻好 今天談到比較多的 是在於說 我們的預算編列 預算的結構 預算的這個現況 還有另外一個談到比較多的 就是在執行這個參與式預算 在台灣呢 到底能不能做 或者有什麼樣的限制 那還有一部分是在談說 那個參與式預算 也要理解到 我們要達成什麼樣子的目標 所以像剛剛總得講 就是說 我們在談參與式預算 如果沒有看到 歲入歲出之間的這個關聯性 那我們曾經常講的就是說 這個預算在編列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排擠的這個問題 還有呢 預算的討論 沒有處理到這個 世代正義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這一些呢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提醒 那當然有一些實作上的這個困難 我們總得提到說 時間成本的問題 大家不一定願意參與 那如果時間成本是一個問題的話 那太陽花學運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參加 那大家都吃飯有餘 我把你當作 那如果時間成本那麼重要 而且這個 這個參與式預算 不是只有在巴西的地方 全世界現在有250個城市 如果我們要挑 對自己努力的來做比較的話 那你說巴西十八營運 所以他可以來參加 巴西的人其實蠻窮的 他們可能要工作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 說不定又來 那如果你說時間成本 那像在瑞典或在歷史 那他的每個小時的單位成本 比我們高很多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一部分是 公民組織 但是還有政治文化 這樣子的一個建制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需要更多的文分 如果用一個可能很簡單的因素 我想大概要把這個問題拿清楚 可能是不太容易 那彭建黨剛剛也提到說 性自立 那當然也提到說 可能政治學的假設是大家都是自立 可能經濟學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自立是不是等於自私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距離 因為有些人是很自立的 而且非常以性 依我出錢的經濟學了解 這個應該是經濟學基本的想法 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 可能對人性的基本假設很大一樣 可能人是互惠人 其實亞當勢力在他的國父論 前面有一本叫做道德情操論 其實比較強調的是 人會關注其他人的這個福祉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就是呢 除了文建黨講說 有些時候我們會自立 要多讀書 多聽窮人的 了解窮人的那個情境 但是在我們這個社會學的 這個學習的過程 我們發現 你有那一種食見餐 公共對話的那一個機會 他起碼做到一件事情 就算你要維持你自己的意義 你也要講出一個理由 讓別人聽得進去可以接受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那個公民的社會連帶 跟彼此的這個說服 讓那個剛剛講的那個 理性的那個部分 或附會的那個部分 可能他的這個發展 機會會比較多 比較強 比較有那個可 參與事預算 如果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大 他就是一個民主的這個實踐 所以剛剛我們聽到 那個文建黨講說 參與事預算局部的 是可以 我覺得啦 在開始的時候 是局部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不錯的 這個想法 因為這一種民主的這個實踐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建立公民情侶 建立參與公共事務的那個意願 還有參與的那個校民感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那這種公民情侶呢 其實你說人是致力的 我們在那個健保 全民健保 大家可以發現說 你看那個民意調查 有錢的人 或者是沒有生病的人 他願意多付一點 去協助其他的這個國民 這個大概是一個 雖然當然他有法律的這個限制 那民意調查本身 他所表現出來的 基本的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喔 人可能 一般的公民 可能還蠻複雜的 他有赤利的部分 他也有公共利益的部分 再考慮到其他的部分 這個處境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 是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的 那剛剛提到說 政府官員提到說 民意代表代議事 要有民主的紀律 願意監督這個財政 那這些民意代表民選首長 都是公民選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公民沒有辦法進步的話 我想我們的民主政治 大概是不會 可是公民進步 大家現在看到的 代議政治很大的問題 如果只有投票的話 大概很快難 讓這個民主制度維持 參與事預算 當成是一個參與事的民主 草根民主的這個形式 其實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濟 就是 讓公民願意來參與公共事務 在這個參與的這個過程 除了對事之外 他也了解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 願意選出好的人 願意選出那個維護公共利益 維護公眾的這個民意的民意代表 或民選的這個首長 所以呢 參與事預算在這個意義底下 我覺得 他其實還蠻重要的 他當成是一個實踐開始的那個場地 至於說 他有沒有辦法達到兩位 或幾位所預期的 正確像我們的院長所說的 預算最高的境界 就是主導那個結構 可能參與事預算 大概沒有辦法做到說 整個國家政府預算的那個結構 由這個公眾來參與來做決定 大概是沒辦法 但是呢 如果我們在參與事預算的制度設計上 能夠避免將從者所說的 就是有時間的 有能力的 每天沒事幹就準備開會的人 然後主導了那整個的決定 這個是制度設計的問題 那這個當然不是學預算學的人應該做的 這是政治學跟社會學應該思考的 所以要把林柏林 什麼話意思的這些人找來 好好地拷問他們一下 怎麼樣開放 而且呢 讓門檻最低 而且容易讓大家可以參與 好 那那個參與 如果是局務性 是在於說 你已經要支用的這個部分 先不去談說那個預算的編列 到底是不是一個留意形式 你不管在什麼留意形式 你一定有錢在用嘛 對不對 有錢編到去固評專案 那那個也是取債來的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參與事預算 參與完之後說 這個真的不用 也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也不用那麼多錢 那就少一點吧 也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 參與事預算 不是萬一單 要解決所有預算 審計編列 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可能 要掌握的是 如果這個參與事預算 設計得不錯 公民的參與意願提高 參與公共事務 他是有能力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 你願意學習 那移轉到 他在大一政治選舉的時候 他要選人 然後在大一政治運作的時候 他願意出來監督 因為你剛剛講說 從者剛剛講說 把預算通通透明化 我們基林区一起合作 那你還要有人堪啊 對不對 我今天參加的 參與事預算 我們在做審議領主的時候 我們發現不少人有話 你請他來參加 他開始讀報紙 他開始關心公共的事情 他覺得他的聲音 有機會被聽到 我們想要創造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呢 我們有關心公共事務的 這個公民 有那樣的自覺 這是我個人的推論 有可能選出 維護公共意義的 立法委員 民意代理 跟民選的這個所謂 所以參與事預算 到最後可能他主要的目的 至少我個人的偏見 可能不是直接要解決 我們今天談 所有預算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要解決 台灣的民主的問題 這個是我個人的 一點點看法 在這裡跟幾位交流 那因為每個專業 都有他們的這個主張 我們也不是說民主就是要取代 所有的這個專業 可是呢 那個分析 跟他們如何可以連結 專業跟民主的這個參與 怎麼樣去做一個連結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努力 那我想 那三位這邊提出來 很寶貴的 從預算 預算的實作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到說 民主的這個參與 要跟專業之間交流跟勾勾 還有從專業的角度來看 民主的參與 到底他可能展現什麼樣的限制 我們剛剛現場所說的 可能見了樹又不見了 那這個我們一定要比 那我們就希望設計一個制度 逐漸的呢 讓參與的這些朋友 在這個過程裡面 既看到樹又看到底 我個人是相信 我們的公眾是有能力 雖然他沒有辦法一下子看到樹 我想比我自己交收這樣那麼久 我可以把我的知識講得比較完整 大概我學習的事情之後 才有這個可能性 我想我們也很難要求別人說 欸 你今天來參與預算 然後你就要所有人 統統都了解 我想這個大概不太可能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制度的設計 讓那個見樹又見乎的這個過程 它是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是正面的角度 來看待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再講一次 我認為今天我們要解決的 不只是預算而已 可是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來解決這個民主的問題 這個是我等一個想法 那我們還有這個十分鐘 那是不是三位 先回你一下 老師我們剛才講的問題 回你一下 我們每負責任的來看待 預算 就是說 我們談預算 根據我們對預算的了解 來談預算 然後對預算 如果碰到談利益事的預算 我們怎麼樣來看待它 基本上我們是提出剛才的一些看法 如果說為了台灣的社會進步 來推動社會運動 而以參議事預算做切物體 本人沒有反對 但是從參議事預算來看預算 有這麼多問題 我們不能夠加以關切 我想可能參議在這裡看 那至於說台灣的社會本來就不健康 本來社會的功率就不多了 那麼經濟的正義更免談 因為經濟的正義問題 來自於利益的真竹、角竹 那這些角竹基本上是政治力 跟經濟力的種種 那麼反應在我們國家社會 就是有算數 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社會不健康 我個人並不反對社會運動 來達到某一些目標追求的這些目標 預算 以預算論預算就是那樣 但是最後的結論 或者是不斷的搶 我們都一起比較的理性 來看待問題的時候 那社會這個就有主意 我的意思是這樣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